为了让圣诞节更有意义 今年万里区的市立幼儿园 首次结合义卖活动举办嘉年华会 小朋友要将所得全部都捐给 嘉义的脑性麻痹协会的孩子 期待就这场活动要教导孩子分享爱 并且为平安快乐成长而感恩 万里区的市立幼儿园 今天举办圣诞嘉年华活动 小朋友们各个使出浑身解数 跳着可爱又逗趣的圣诞舞蹈 不过为了让嘉年华更加有意义 今年首次结合义卖活动 要将所得全数捐给 嘉义脑性麻痹协会的孩子 期待借由这场活动教导孩子分享爱 并且为平安快乐成长而感恩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办理 这样子的圆游会跟嘉年华会 然后呢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小朋友的表演 然后其实他们今天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圆游会 那圆游会呢每一间都有一个关卡 那孩子呢都是小关注 然后还有我们有自己 之前的时候小朋友就做了凤梨书 那还有做了饼干 那这些呢我们所有的卖出去的金钱呢 我们就要捐给脑麻的嘉义的脑麻协会的一个单位 那其实呢我们也是要让孩子知道 说今天是我们都是生长在是幸福快乐的家庭里面 然后我们都是健康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懂得分享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 我们万里私立幼儿园的那个圣诞节嘉莲华 那今天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有很有精彩的表演 那祝各位小朋友圣诞节快乐 在园长的敲锣声响之下 工艺市集正式开始 可以看到一盘盘端上桌的糕点饼干 都是由孩子们与老师动手做的 还有圣诞老公公搭配工艺活动 卷出发票给华山基金会 为此来到现场参与活动的准事议员 廖贤祥也大赞 不但一扫周一的忧郁 还可以做工艺相当具有意义 那你的前夕 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一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Blue Monday 但是一来我们万里幼儿园 礼拜一就看到我们这个园方 以及所有的小朋友 精心准备了许多的表演 那看到了之后都会相信 会让我们在这个每周的一开始 就导致一个提起很好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那同时今天也非常的特别 我们除了自己在庆祝圣诞节之外 也结合了工艺的活动 现场有一些意买的活动 那筹措的一些资金 将会捐献给一些老麻儿的一些关怀的协会 除了让自己能够欢敬夜诞节 也能够让平常一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也能够感受到夜诞节的快乐气氛 我们是跟了华山基金 然后请他们就是每个人丢一张发票 然后就可以跟圣诞老人拍照 那所以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 那也是希望所有的爱心都能捐出去 一年一度的圣诞嘉年华小朋友们的家长 也纷纷来到现场高举着手机拍照录影 就是要将孩子难得的成长过程记录下来 也要陪伴孩子们一起做公益 期待透过分享 要让暗与温暖传遍每一个角落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浪平函万力采访报道